吉安乡立幼儿园举办温馨圣诞成果发表会 小朋友们做了可爱的装扮 不论是活泼的热舞表演 还有客家收东西的成果展现 都可以看到孩子们在吉安幼儿园的学习成果 而家长们也热情地参与园方的活动 和小宝贝们一起学习成长 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吉安乡立幼儿园举办温馨圣诞成果发表会 小朋友们做了可爱的装扮 不论是活泼的热舞表演 还有客家收东西的成果展演 都可以看到孩子们在吉安幼儿园学习的成果 我们相信透过了圣诞节今天的新鲜祭任日 做了一连串快乐的学习 跟自己姜炳乌还有手眼协调 等等的律动智能的一个这样的多元性活动 希望创造孩子在快乐中学习 在亲子的孕育中成长 所以谢谢爸爸妈妈今天这么多的参与 这么认真的投入宝贝的活动 这也是吉安乡立托儿所 吉安乡公所自力努力的亲子共学共融的 多元的一个快乐幸福 未来明年度112年谢谢代表会通过 我们在生育补助的增儿 希望我们年轻的爸爸妈妈多生几个 来我们吉安乡共学共融 孩子快乐成长加油 另一位傅宽奇也特别到场 颁发客家具竞赛优胜奖状 肯定小朋友们的学习成果 而台上贵宾也和全体师生及家长们 一起来律动 寒冷的天气洋溢着热情的喜悦 乡长邮素贞表示 目前园方也在进行教室的耐震补强工程 要让孩子们有更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 而今天的活动当中也很开心 看到家长们热情参与 他们要和小宝贝们一起学习成长 留下美好的回忆 介络会吉安乡报道